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以丑假生 心卯以畏 他是说他是 劫财大运 劫财流年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他到底想要问的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八字里面 所有人一看到他 第一个当然都会看到他天干 财这么好 但其实我先跟各位讲 其实他天干的财 其实基本上是 不是决定他有没有钱的一个情况 而是在地支 我们看到这个地支 他的一个状况 他地支一财 我们看他进入了这一个运以后 他就变成了是什么 土来生金 莱克卯木 进入这个运以后 也就是说他的卯木是商人 他的卯木是商人 所以 其实 各位 他的这个财运 其实有像大家所讲的那样子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所以很多人 就会说 他到底是什么财多 深落 可是又不太像 你看他这个 不是有得到的吗 土来生金 土来生金 所以他到底身强身弱 其实众说纷纭 众说纷纷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其实他进入这个运以后 他跟他之前上一柱大运 新式大运的时候不一样 新式大运你能看到 这边一四身一和以后 他的卯木出现 所以 他在上一个大运的时候 他的财运是正一的 到这一边 又回归到负一 也就是说 他两边在比较的时候 他会发现到一件事 这时候的运 会比这时候要好 你要不要解 所以 他来讲的话 他进入这一个运 他是2019 去年进来的 去年进来 去年几亥年 乙庚河、甲几河 他天干的一个财 就剩下一个 地支又怎样 又破财 又破财的一个现象 表象已经不好 实相跟着烂 就是说 越来越差的一种意思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 你要了解 这一个是不是跟劫财有关系 答案是有关系 但是不是大运的耕所造成的 而是 他在上运处大运的时候 各位 他到底是身强或身弱 其实你们会看不出来 因为他这一边 这边是身弱、比肩 这边是他的煞 有没有 他到底会怎样 其实很多人在这一边就开始会迷惘 其实 他真正好的地方是因为由这个煞 来合走了他的这一个劫财 所以他本命的劫财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他本命的劫财没办法发挥作用 因为他的这个八字里面 要能够让他的劫财能够发挥情况的时候 是要把事火干掉 但是他并没有碰到 他并没有碰到 所以没有碰到的一个情况下 他自然就不会产生不好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有说过 他在丁酉年2017年的时候 其实过得不好 其实2017年是丁酉年 丁酉年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知道四申合 他就来 丑土未图 申酉金 克玛乌 所以这一年他当然会过得不好 可是丙申年 丙申年 丙申年在来讲还不错 丙申年还不错 可是同样都是什么 丙火金跟那个 一个是丙申 一个是丁酉 可是他两年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但是丁酉年 他除了地支破财以外 他火来克金 其实他也等出现了一个日主受克 所以2017年确实是他一个不顺的一年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他在上一个运的时候 其实 各位是他的这个申金被这一个煞压制住了 合住让你动弹不得 让他的财运出现 但是在这一个运程里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他的一个劫财 又重新的在出现 跟大运的 跟 流年的跟 其实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他进入了这个运以后 其实地支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住这个申金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个申金 所以这个申金就要来去克卯木了 所以他的一个运程确实不好走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八字来说 你看直丑一合 根本水是不可能进入他这个八字 金来生水 水来生木 这一种情况是不成立的 你要说要用火 就只有一个四火 五火 五味合 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他接下来的一个运程 都会是怎样 偏弱的 你要不要解 他接下来的运程都会是偏弱的 也就是说他已经走过他人生的财运 最旺的一个一柱大运 假如说除非他还有再碰到一个卯木 那个来讲的话 那个就是在他2029年 就是他下一柱大运的时候 他下一柱大运的时候 他才会在 就是说下一柱大运 他地支再来一个卯木的时候 他才有办法再来一次财运上的一个好运 否则 就是以他现在而言 这才是第二年而已 慢慢熬 慢慢熬 所以各位你看 是不是这边 很多人都认为这边造成的 其实不是 是由这一个才是他破财的主因 上个大运压制住了 接下来的大运 基本上已经压制不住了 接下来大运压制不住 只有在补给他 再补给他不好的 这样子才有办法再提升 所以就只有卯木有效的 有卯木有效 荧幕是没有效的 荧幕是没有效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